大家好 今天又收到从南美洲订购的兰花 这是我第二次从这个地方买兰花 收到这些兰花 不期待的要打开看一下 它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一次订购了两类的兰花 第一类就是眼前这一棵兜兰 还有卡特兰 这一次只订购了两个品种 这是我第一次订购南美兜兰 之前也没有种植过 也没有买过 看一下它们的情况 有新的芽长出来 根还是挺健康的 非常的不错 我第一次从阿尔国多买兰花 还是前年的事了 前年买过一次 那一次买的差不多都是十湖兰之类的 第二棵还是兜兰 哇 这一棵带花的 哇 非常的幸运 这一棵是带了一只花梗 两个花苞 看见有两片黄叶子 还是有一点担心 赶快看一下 根看上去还是挺好的 这片叶子应该问题不大 这里好像是两棵 叶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哇 非常的棒 这些质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非常的健康 挺好的 这一棵兜兰的个头也非常的大 我第一次从阿尔国多订兰花 是前年的事 那个时候是夏天 哇 看一下这些根 还长出新根呢 质量相当的好 非常的满意 由于他们黑五 Black Friday有特价 所以这一次买了这么多兰花 这一棵还是兜兰 也是非常的健康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还可以种植吧 我会试一试的 这一棵是卡特兰了 他们的卡特兰已品种多 植株健康而出名 看一下这一棵 哇 有新的苗长出来 其他的植株看上去也是挺好的 而且他的枝杆也比较多 这一棵有七杆 八杆 平常在别的地方买卡特兰 最多也就两三杆而已 而在这里买的卡特兰呢 个头比较大 植株也比较多 这一棵也是卡特兰 这一次我一共买了13棵 6棵卡特兰 7棵兜兰 这棵卡特兰应该也是大个头的 看看 非常的不错吧 有十个枝杆那么多 也有新的苗长出来 非常的满意 我下单的时候 还一直在担心 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 这个时候买兰花 会不会有风险呢 但是看到现在这些兰花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又是一棵兰花 又是一棵兰花 我看一下它的新苗 非常的好 这一棵也是卡特兰 拿起来沉淋的 应该也是大个头的 太好了 这一棵你看一下 也有差不多12345678 也有十个杆 也有十个杆那么多 这里好像是两棵 如果要分盆的话 这里可以分两棵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下新苗 相当的满意 接下来这一棵是兜兰 这棵兰兰也是大个头的 看一下它们的叶子 还是油亮油亮的 非常的健康 哇 你看一下它的新苗 有四个新芽长出来了 哇 太好了 非常的健康 这一棵还是一棵兜兰 这里好像也是两棵 这一棵有一只花梗 我太兴奋了 看一下它的新芽 两只新芽在这里 太棒了 这一次收到的兰花 是我所有订购的兰花 质量最好的一次 不仅是兰花健康 而此它们的植株也比较多 这一棵是卡特兰 这一次黑五的特戒 是从10%到30%off左右 需要在它们的网站 挑选你喜欢的兰花 而且还要看它们的打直的情况 这一棵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好 挺健康的 这一棵没有明签 待会还要给它做一个明签 这一棵也是卡特兰 都挺好的 也非常的健康 也有新的苗长出来 最后一棵也是卡特兰 这一棵卡特兰非常的珍贵 可遇不可求的 平常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棵兰花 这一次在俄国多买的这棵卡特兰 这里有一个新芽 植株看上去还是挺满意的 在这里买的这棵卡特兰 如果在美国国内买的话 借钱差不多是它的一倍 这些就是今天收到的 兜兰和卡特兰 整体来说相当的满意 由于这些美洲兜兰 我还是第一次种植 我要向种植美洲兜兰的高手 学习他们的宝贵的经验 期待我下一个视频吧 我这时的重心 保持起来不可悔的 就是因为那种 中心的